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台湾民众党部分区立委邱成远 5号是在花莲市成立了花莲县总服务处 党主席也是台北市长的柯文哲等人都到场来站台 而针对民众党多项地方选举施例一事 柯文哲表示 期盼成立地方服务处之后 能够更接地气 民众党立委邱成远花莲服务总处请接牌 休策远花莲县总服务处上午举行接牌典礼 台北市长柯文哲 民众党秘书长谢立功 民众党立委蔡壁如等人到场立庭 基本上我其实花莲我已经来了好几次的 在我这位立委的任内 那也协助了地方的青龙 还有我们的一些民间团体 了解了一些地方的议题 那未来其实成如我们主席所讲的 我们民众党就是要务实认真的 去链接地方议题 那也真的诚挚的希望 就是说各位这个地方的名义代表 以及说我们的这些乡亲 如果有什么问题 尽量的来我们服务处 柯文哲会后被问到民众党 离开台北选举都不太顺利 他对此表示 检讨失败才会有改革的机会 政治的现实是要接地气 民众党很快在台湾各地设立服务处 即基隆以兰化令成立之后 接下来会在台东成立 我个人实际执政的经验 政治的核心是指向的 所以说你不要讲他 要有故事的讲话 你猪肉是离开你管 你还是大 你还是在离开美国的时候 就做清楚 不知道看在这个地方 到底是多少收益 这个话讲清楚 所以常常你就是讲一个招牌 你知道吗 你那种没有知道 我们的狐龙共青 所以我也不会预设立场 所以我们很愿意等民进党 把这个管理的办法讲清楚 我倒觉得这样 我倒觉得这样 我失败不是外子 我每次用鼓励用自己的人 在失败当中 很诚恳地去检讨我们的失败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失败之后 很快地开始在台湾各地开始设立服务处 就是说 政治还是有它的现实面对 就是说 还是要跟地方接气 接地气 所以我们也很诚恳地面对我们的缺点 我们要处理个新开心 所以我倒觉得这样 我失败就很难像我们的卫生 失败上我们更能有很多 民众党花蓮总服务处主任赵世源 事前中国国民党花蓮现议员 代表的是目前花蓮地区 党员人数约百余人 还有努力的空间 未来将会以选民服务为首要 代表的就是我们台湾民众党 大家看到我们花蓮的政党 除了国民党和民进党之外 我相信花蓮的县民也乐意见到 花蓮的另外一个政党 来花蓮来服务 确实花蓮地区非常的辽阔 有些问题也是非常的期待 有更多的委员或者其他的政党来这里做服务 邱传言表示日内来过花蓮很多次 协助地方、青农等团体问题 认为花蓮在交通、经济 以及基础经济上仍有问题存在 加上人口外移老化严重 在后疫情时代全球化 转为在地化的趋势 要如何升更地方是未来努力的目标 记得专业华小伯导